在拜席会落幕呢 接着要登场的就是 欧洲跟大陆的实体峰会 但现在呢 欧盟他们也已经表示了 这一次会谈 不会有成果清单 也不会有联合声明 但是包括台海情势 乌俄战争 还有加萨危机 都会是讨论的议题 美国总统拜登 和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旧金山峰会 希望缓和两国紧张关系 不过拜席会后 美中依然激烈竞争 AUKUS奥英美国防部长同意 部署人工智慧 追踪中国潜见 而美军在南海的 例行自由航行任务 被中国军方指控 是非法闯入侵犯主权 拜登政府也颁布规定 取消使用中国电池组件的 美国电动车抵税优惠 这个星期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 将访问北京 星期四和习近平及李强会谈 欧盟希望北京减少对莫斯科的支持 不过习近平先和俄罗斯的坚定盟友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深刻会谈 这也是对欧盟释放讯息 范德赖恩将向习近平表示 降低风险不是针对中国 也会符合WTO规则 而担心1月的台湾总统大选 北京会升高紧张情势 欧盟将对台湾印太和南海议题 提出关切 在中国欧盟峰会前前北约灭书长 拉斯穆森投书金融时报 呼吁欧盟领袖不能忽视中国 对台湾的军事挑衅 拉斯穆森警告 长期保持沉默将让欧洲 承受更大代价 欧盟领袖必须清楚 一致的表明 如果中国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湾现状 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TVB新闻林佳辉美国华府报道 好我们刚看到中欧将进行 所谓的实体峰会 而当中经贸议题 也会是讨论的范畴 因为我们知道说中国现在的经济 可以说是面临所谓的逆风 很多的民众消费都收手了 但是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 却没有跟经济低迷一样而下降 所以今天中共观察 我们也邀请到特派记者运文 来到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运文好 许姻好大家好晚安 好运文想要请教 因为现在他们看起来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 好像已经突破了9兆人民币这么多 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 也想要去处理这件事 但好像没有办法 好对我们先说 地方政府负债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他们之前举债建设之后 在疫情这三年期间 PCR普筛是很烧钱的 是地方政府买单的 以及隔离风控的费用 也是地方政府买单的 所以等于是压垮这个债务的 最后一根稻槽了 那我们就来看到 今年他们这个今年1到11月而已 还没有过完 这个地方的发债的总额 就突破了是人民币9兆元 下次来到是9兆多少 9.14兆人民币 这是创下蛮高的一个记录 是第一次突破9兆人民币 那呢 这等于是大约台币40兆的发债总额 非常的惊人 那这当中有一半是用于偿还的旧债务 那也创下同期新高 可以看到是去年 他们的全年度的发债规模 也才7.4兆而已 但今年还没过完就超过9兆了 我们就来看到当中这个新增的债券 这指的就是你借钱来做投资新项目的新增债券 这部分呢是大概是9.14兆人民币 那年减幅度是比去年同期少了4% 但是呢这个借薪钱还旧债的再融资债券 就多达了是4.59亿人民币 这年增幅呢是超过了八成之多 就是要看得出他们这个债务违约的风险是蛮大的 所以现在北京官方确实有出手 一来就是遏制这过度的发行债券之外 就是呢也他们中央来增发了 是一兆人民币的国债 来帮地方呢可以缓解这个债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的债务呢说到是国际的这个评级公司的关注 我们看到今天的消息是说呢 这个国际评级公司目的就把中国的主权债务平等 从平稳稳定降到了是负面的这样的评级 为什么就是没有说这个地方政府债务靠官方来扶持之下 可能会导致是整体的财政经济社会都有下沉的风险 是因为听起来看起来好像他们一只手机的新的 然后用另外一只手机还旧的 那整体来说其实还是在负债的状态 就是还是在负债一样很严重的状况 就很多公务员是没有薪水的状况都有传出来 是好那我们看到说其实除了他们现在地方政府负债很严重 另外中国大陆的官方现在也预估了 明年的大学毕业生即将再度的突破千万人 大约有1179万名的新鲜人即将投入职场 那么现在呢就有大四的学生就有说 他说实习已经非常紧张了 但是找工作可以说是非常的焦虑 为了消化就业人口呢 这个就业率现在大陆甚至鼓励毕业生入党兵 北京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300多个职缺 主要对象针对明年的新鲜人 根据中国大陆官方预估 明年大学毕业生再创新高 达到1179万人 已经连续三年突破千万毕业生 让求职更加竞争 我自己学院而言 还要跟其他学校其他学院一起竞争一个位 由实习开始已经是很紧张 已经很难去找一个合心水的纲位 和学到东西的纲位 就不要说毕业了 毕业就更加焦虑了对于找工作 除了我们看到的就业压力以外 其实也有很多印象而生的新的岗位在出现 比如说取国带货啊 比如说区块链啊这种新的职位 中国大陆青年失业率 在今年率创新高 七月后盖牌不再公布 现在官方要求各地大学促进就业 更鼓励毕业生入伍当兵 增强就业能力消化失业率 今天是12月5号 不只学生难教师也困难 上千名名学校教师代课老师跟教教老师等 在两宁省教育厅门口抗议 共同要求政府解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问题 并提高生活补贴待遇 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大陆地方财政困难 不止毕业生工作不好找 连教师都自身难报 TVBS 好我们刚刚看到观众朋友任晓丽也说 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毕业生呢 可以说是增多周少 的确现在他们毕业生预计又要再创新高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中国大陆其实现在景气不是这么好 不是这么好 然后工作压力大家也很大 所以现在很多 反而很多中国大陆的年轻人选择要移居海外 而其中泰国就是他们首选 所以想要请教运文 为什么是泰国呢 因为泰国相对来说其实便宜非常之多 就是不管是你的生活物价花费 还是签证费用多比欧美国家方便 而且便宜好入手很多 我们居然看到是其实呢 他们从去年这个上海封城之后开始呢 关于这个移民海外 就凭这个热门话题 这个RUN RUN 就是RUN RUN 变成润学是一个蛮热的话题 就很多人觉得说天哪 这个随时被封控 感觉很恐怖 想要移民海外 我们居然看到是其实过去三年 他们疫情的这个动态 在清廷政策造成很多民怨之后呢 解封之后 经济呢还是很差的状况之下 工作超时竞争又恶神的精烈之后 就有部分的中国青年想要选择 移民到海外去 那尤其想要去泰国是首选 因为泰国的物价比较低廉 我们看个数据呢 这是根据是微信的数据指出说 微信上面呢 这个搜寻移民的这个相关的搜寻量 在单日呢就冲破了50亿次这么多 在10月份数字单日有超过5亿次 在搜寻关于移民的相关话题 而且呢有关于是移民泰国搜寻量 单日也超过30万次 真的是非常的惊人 像是这个泰国的山城清卖 就是个蛮受患的地方 因为物价便宜之外 生活节奏很慢 以及移居也是相对容易的 那看到是泰国官方提供很多类型的签证 比较方便 有这一年期的学生签证 而且花费只要700到1800美元 约合台币是2.2万到5.7万 所以大家比较容易方便的负担在一起之下 所以很多比较高学的知识分子 年轻人就想要去泰国来做个 短期的移民或移居体验生活一下 是因为感觉起来 好像整个成本算起来 好像都还比在中国大陆找工作来说 有可能耶 对也许他们算过之后 也许感觉是这样子的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韵文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帮我们进行分析 谢谢韵文 谢谢声音谢谢大家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知名的连锁火锅店海底捞 最近因为有店员会跳科目3引发了话题 但是现在又有大陆的网友发现 他们居然还有提供所谓的免费洗头 有记者就实际来体验 就发现里面有电动按摩椅 名牌吹风机 甚至是还可以选择洗发精的品牌 服务非常贴心 在海底捞欣赏甩面 国具变脸 做美甲或跳舞已经不稀奇 现在吃完火锅还能享受另一项新服务 现在是需要我要扫这个码 排个号什么 填写个人资讯 线上排队等叫号 记者进入餐厅内部的洗头服务区 躺在电动按摩椅上 一边洗发一边全身按摩 服务时间大约20分钟 男生也有 也有男生 对 也有一些爷爷奶奶之类的 也会来洗 经过培训的海底捞电源 仿佛在美发沙龙上班 有的会头皮按摩 还提供Dyson吹风机 好几款洗发精任君挑选 有网友发现 自家附近的海底捞门市公告 洗头服务可用200到500元 捞币兑换 虽然只有洗发烘干 不负责造型设计 但贴心服务让不少网友 跃跃欲试 对服务员提出了 要给玩偶娃娃 做婴儿乙 给娃娃过生日等要求 但都被拒绝 因为服务太贴心 顾客的要求五花八门 洗头服务一出 网友戏称 搞不好未来还有脚底按摩 就算海底捞推出自家手机 或建个度假村 也不让人意外了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中国大陆最近呼吸道 疫情非常的严峻 像是肺炎还有梅江郡 都是很多的不断的在上升 那么现在官方再度要求学校 引导学生要戴口罩 甚至传出停摆已久的PCR检测 再度出现 这个小鹏汽车的动作 他就发文抱怨 他说从国外回到上海 一下飞机就要被两根棉花棒一起戳 大量的PCR检测试管被随便丢弃在中国大陆西安的一个荒地上 官方表示这些试管没用过 已经过期没有病毒外泄风险 但是PCR筛检是否又悄悄死回复燃 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 日前在微博发文说 由外国反抵上海机场之后 被要求接受核酸检测 小鹏汽车董作何小鹏发文抱怨 一下飞机就要求PCR检测 而且两根棉花棒一起上 他问为什么还要剪 对方回复这是抽查 他批评千奇百怪规定 导致好的政策最后达不到效果 但这篇文章已经删文 目前中午那多种呼吸到疾病肆虐 医院儿科一号难求 传出有黄牛在挂号之前疯狂操作 疑似卖号码 警方就调查 不少父母改决社区医院 地方卧生中心也增开周末门诊 不只PCR检测传出江湖 中道官方也开始呼吁戴口罩 教育部要求各地学校 做好冬季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 说针对可能出现多种流行性疾病 同时流行 引导师生科学佩戴口罩 根据韩联社报道 肺炎梅章军也在印尼蔓延 印尼当局特别要求 注意来自中国的旅客 TVBS新闻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